1.陈情令 2019年的夏天谁没看过陈情令 这部剧从国内火到国外 除了肖战王一博 剩下的配角也是一个比一个红 如果要问为啥陈情令可以跑红两个顶流 那或许就是血洗不夜天的戏 和藏书格魏无限与蓝忘机互动的戏份 是同一天拍摄的 上午肖战是阳光开朗的少年魏无限 到了晚上他立马进入到夷陵老祖 身孕不夜天的状态 就这演技 肖战不红谁红啊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16年前魏无限治愈蓝忘机 16年后蓝忘机救赎了魏无限 除了剧情方面 在布景、服装、道具、特效以及post上 剧组都做到了书写国风之美 传递文化自信 至今陈情令在某办有175万人 给出了7.7的高分 并且斩获29项大奖 2、花千古 这部剧的受众范围就不用多说了吧 下至7岁的小姑娘 上至80岁的奶奶 当年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追过花千古 能让一个公司因为一部剧直接上市 这现象级爆款剧是真的牛 迄今为止都没有一部剧可以做到这么夸张的地步 所以说赵丽颖这收拾女王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花千古提名了第22届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 这部剧除了在广西等地实景拍摄 赵丽颖和霍建华也演出了书中白子化和小谷的禁忌链 最初赵丽颖听到花千古的时候 就觉得这名字与众不同 她花了三天时间把小说读完 随后立即定下要出演 甚至还参与剧本改编 幸亏是赵丽颖演小谷 不然这部指定地扑了 3、香蜜沉沉浸如霜 杨子的一句从未 至今封神 要知道这部剧可是她原生配音 可能是香蜜太惊艳了 导致后面的新侠剧都差点意思 姊妹把每个阶段的紧密的不同个性都演出来了 葡萄单纯可爱 圣女精灵温柔 恢复心智后又变得成熟 杨子的共情力太强了 不得不说 尤其是看到宋春华秋时和望川找凤凰那段 每次都会被虐到肝腾 相必能大爆 多亏了杨子拉他娱乐圈的好友宣传 4、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上线12小时播放量破6亿 这绝对是杨幂近六年内最拿得出手的一部新侠剧 也是《三生三世》系列拍的最好的一部 白浅历经三重爱恋纠葛 最终才发现夜华的爱 除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浮画到也考究 虽然白浅穿的都是素色服装 但每一款都是用精致的面料 找工艺师制作的纱衣 一般桑造风的剧真的比不了 青秋的所在地 在云南朴者黑景区 实景拍摄比某些只会抠图的剧好看不止一点 杨幂表示为了拍好情绪爆发的戏 会灌酒找状态 拍喝酒戏是真喝 这部剧的导演和花千古 以及《新建三》是同一个导演 难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会这么好看 五 玉古瑶 算得上心侠剧的突围之作 最初冲着肖战追的 看完了才发现它的后劲有多大 古运古香的东方美学 唯美经验的特效 加国大义的内核 玉古瑶的世界观 加上肖战的精彩演绎 即便是两年前拍的 玉古瑶在剧情和孵化道上更胜一筹 单单是特效 就有高达五亿的投资 为了做到和流浪地球一样的震撼效果 剧组请了专业团队 美术部分是香蜜团队的 时影朱颜辛桥开花的名场面 简直就是东方留百美学 虽然某伴还没出分 但讹战内有着9.5的高分 新改好剧值得追 这部剧才是真正的新侠剧鼻祖 即便过去18年 也没人敢翻拍 因为胡歌刘亦菲版的 实在是太经典了 一部新侠剧 捧红所有人 新建议才是永远的神 剧中每个角色 都被演员刻画得入目三分 甚至比游戏的影响力更大 也开创了游戏改拍为 电视剧的里程碑 拍这部剧时 胡歌只有23岁 他不是李逍遥的第一人选 刘亦菲也只有18岁 他也不是赵灵儿的第一人选 好在两人有着符合人物的外形 通过用心演绎 这才有了天选逍遥哥哥和灵儿 此外还有 英姿萨爽刁蛮任性的林月如 活泼可爱古灵精怪的阿奴 以及默默守护阿奴的唐玉小宝 哪怕过去18年 每个角色都硬刻在脑海里 7.仙剑三 这部剧的剧情设计非常紧凑 故事节奏流畅 情节低荡起伏 让人看得非常过瘾 虽然没有刘亦菲 但杨幂 唐烟和刘诗诗 以及霍建华的出演 照样弥补了缺憾 比起第一部 更喜欢第三部 景天自始至终 都喜欢雪剑一个人 虽然也有点市井无赖 但是他在恋爱的过程中 非常有自己的原则 并且故事情节上 第三部也更丰富 龙奎一直默默地守护哥哥 曲掌青和子萱三生三世的恋爱 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总会有感动我们的一瞬间 包括他的海报也是精心设计过的 看似是把角色们整合到了一起 每个人单拎出来看就是扣紧主题 因为这些配角都是因为景天而相聚一处 这部剧的八首Ost也都传唱至今 好剧处处都是经典 8.长月静明 他的热播带动了城市旅游和经济发展 本来只是追忆部剧 结果却被种草了这么多城市 长月静明的幅画倒有多绝 接连被国外普罗旺斯网站发文夸赞 并且剧中借鉴了墨高窟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 古丝绸之路西域地带的配饰以及丹霞亚丹地貌 处处强调着东方美学 这波文化输出 长月静明算是完明白了 一部剧选对演员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不仅罗云西白鹿两位主演选的妙 配角演员的表现也很出色 就算是剧中的丫鬟小丝 也演绎得有血有肉 9.苍蓝绝 蜜蜂翻盘第一名 必须要有苍蓝绝 最初公布男女主选绝时 人人都不看好 结果剧一播出 大家都得了绝症 东方青苍霸气外露的表现 和小兰花可爱天真的性格 形成强烈的反差 苍蓝绝的特效真不是说说而已 赤字四个亿 完美还原了小说《中水云天》 《苍延海》 《人间的云梦泽》三大场景 苍蓝绝的 在喜剧情节里上演虐恋 这种巨大的差异对比 让观众笑时开心 悲时痛哭 处处都被剧情吸引 10.琉璃 虽然时生时事捂热一颗琉璃心的梗 确实有些俗套 但面对这样的情节设定 观众还是乖乖被征服了 最初 琉璃也不被网友看好 可经自来水粉丝安利后 这部剧倒有点黑马之势 丝凤是史上最容易被撩的男主角 每当他遇见天真无邪的玄机 情窦初开的怦然心动直线飙升 这部剧的画风唯美 不画到方面也充满东方韵味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经典好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